你好,欢迎来到每日一书。 钱这本书啊,书名就这么直白, 讲的就是怎么有钱,而且是终身有钱。 他会告诉你,怎么样才能不再只为挣钱而工作, 怎么让钱为你工作。 开始之前,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快递小哥的故事。 这个快递小哥叫约翰逊。 1924年,他加入了刚成立的UPS, 也就是美国联合快递服务公司。 当时他的工资很低,但是他很努力,不断升职, 最多的时候一年也能赚到14000美元, 差不多相当于10万人民币吧。 但是你知道约翰逊90岁的时候有多少钱吗? 告诉你,有7000万。 7000万美元啊,换算圈的人民币等于好几亿。 年薪10万左右的快递小哥, 怎么能搞出上亿资产呢? 原因是因为,约翰逊每个月领了工资之后, 都会拿出20%存起来, 发了年终奖,也会拿出20%存起来。 然后,他把这些钱全部拿去买了UPS公司的股票。 随着UPS这个公司的业务发展越来越好, 到约翰逊90岁的时候, 他光手里的股票就值7000万美元了。 所以,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,就是想告诉你, 无论你是快递员,是洗衣女工,是普通的公司职员, 不管什么人,都可以通过学习理财,实现财务自由。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,托尼·罗宾斯, 美国畅销书作家、企业家和慈善家。 早年间,罗宾斯是一个历史演讲家, 专门讲企业门开发。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英国的戴安娜·王菲, 都请他做过自己的私人顾问。 他比较有名的书叫《唤醒内心的巨人》, 在国内也是很畅销过一阵子。 后来呢,他发现在理财去件事上, 好多金融公司、基金经理都在互有普通老百姓。 他觉得这样不好,应该让大家了解基本的理财常识, 每个人都能自己打理好自己的钱,生活才能更幸福。 所以,罗宾斯决定干一件事。 他凭借自己的资源,找到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一批人, 比如股神巴菲特, 比如最近很火的那本书叫《原则》的作者瑞·达里欧。 他跟这些人做了深入的访谈, 要求他们不能藏私, 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看家本事给说出来。 最后,根据这些访谈, 他总结束一套简单的七步投资法, 简单到每个人都能学会。 虽然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, 也是写给美国人看的, 可是理财的基本手段和原则都是相通的。 结合中国的国庆之后, 我们会发现实际操作会更简单, 可能让你更赚钱。 这个简单的七步分别是, 多存钱, 少上当, 做规划, 做配置, 稳收入, 学大师和大财富。 接下来, 就让我们来一步一步地看, 如何通过简单的七步实现财务自由。 首先, 我们来看第一步, 多存钱。 为什么要多存钱呢? 首先, 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, 那就是复利。 什么叫复利? 举个简单的例子, 假设你现在有一美元, 然后你有能力让收益每年翻番, 一直持续二十年。 也就是说, 一年后, 一美元变成了两美元, 两年后变成了四美元, 三年后变成了八美元。 不要用计算器, 你猜猜看, 二十年后, 你最初的一美元变成了多少钱呢? 把案是, 104万8576美元。 一美元经过二十年, 就变成一百万, 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 关于复利这件事呢, 巴菲特就说过, 我的财富来自于三种要素的结合, 生活在美国, 一些幸运的基因和复利。 因此, 想通过投资理财, 创造终身收入, 必须首先理解复利的力量。 理解复利之后, 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多存钱。 在第一步中, 主要有两个误区。 一个误区是, 有的人觉得, 我收入低, 钱少, 存不下钱。 另一个误区恰恰相反, 有的人觉得, 我钱多, 收入高, 不用存钱。 关于收入低, 存不下钱的误区, 我们开头讲的快递小哥的故事已经证明, 哪怕是快递小哥, 只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, 每个月强制储蓄一部分钱, 然后用这些储蓄来投资, 日积月累, 退休的时候也可以成为千万富翁。 与之相反的是, 如果你不懂得存钱, 哪怕是巨星, 拥有亿万财富, 也可能逼迷破绽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, 曾经的世界圈王泰森, 他打圈赚了不少钱, 最多的时候接近五亿美元, 后来却破产了。 还有流行音乐天王迈克尔·杰克逊, 一份唱片合约就价值十亿美元, 可是2007年的时候, 他却逼迷破产, 两年后去世的时候, 据报道, 负债超过三个亿。 所以说, 储蓄是投资的前提, 是投资的基础。 没钱不是借口, 有钱也不能大意。 无论有钱没钱, 你必须先学会存钱。 说完了第一步, 多存钱。 存了钱, 有本钱了, 叫学习投资理财, 让财富增值。 说到投资理财,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, 快点告诉我买什么。 别着急, 学习投资理财之前, 我们必须先知道一点, 要小心, 千万要小心, 要少上当。 这就是创造终身收入的第二步。 投资理财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, 投资理财产品的广告到处都是, 可是, 很多投资理财产品广告, 跟保镜瓶广告一样, 看得只是广告, 不是疗效。 因此, 在第二步当中, 作者帮我们识破了, 理财营销的九大谎言。 这九大谎言, 当然是针对美国来讲的。 这里, 我就选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的三个最大的谎言, 来跟大家讲一讲。 第一个理财营销谎言就是, 相信我们能够战胜市场。 这个我们, 既包括我们自己, 也包括我们的投资顾问和基金经理们。 前面提到过, 《原则》这本书的作者, 瑞·达利欧, 他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、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。 他就说过, 你不要想去战胜市场, 没有人能战胜市场。 专业的投资者都这么说, 业余投资者更是, 根本别想战胜市场。 识破了第一个理财营销谎言, 我们再来看第二大谎言, 那就是, 百分之一的手续费只是小钱, 告诉你, 才不是呢? 举个简单的例子, 比如我今年35岁, 拿10万块钱来做投资, 每年投资收益率是7%, 等到我65岁退休的时候, 能有多少钱呢? 如果按照每年扣掉3%的费用, 最后说一时, 324340元。 如果每年扣掉1%的费用, 最后说一时, 574349元。 每年差2%的费用, 35年后, 一个是32万, 一个是57万, 差了将近一倍啊。 所以, 一定不要小看每年1%的手续费。 最后, 我们再来看第三大谎言, 我是你的经纪人, 我是来帮你的。 错, 经纪人帮的首先当然是他自己。 所谓隔行如隔山, 要进哪一行, 就得懂那一行的规矩, 只有这样才能少上大。 2009年, 陈兴基金公司发布了一顺研究报告, 结果发现, 49%的基金经理根本不买自己管理的基金。 是的, 就像那些大厨自己做了饭, 他们自己不吃一样。 所以请记住, 你的股票经纪人, 你的银行理财经理, 他们都不是你的朋友。 作者在这里还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, 说一个成功的华尔街经纪人叫威廉, 他到罗德岛上度假, 看到海滨有很多漂亮的游艇, 就打听这些游艇的主人。 结果发现, 这些游艇的主人有的是银行家, 有的是股票经纪人, 有的是交易员。 于是, 威廉问道, 客户的游艇在哪里? 因此, 投资营销的第三个谎言告诉我们, 不要相信你的经纪人。 作者还介绍了其他六个投资营销谎言, 因为不太符合中国的国情, 这里就不做介绍了。 回顾一下, 在创造终身收入的第二步中, 我们讲了三个最大的投资营销谎言。 结论是, 第一, 没有人可以战胜市场, 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低成本的指数其精。 第二, 不要小看1%的手续费。 第三, 不要相信经纪人。 说完了创造终身收入的第二步, 我们来看看第三步, 有理想做规划。 人人都有财务自由的梦想, 可真正能实现财务自由的永远是少数人, 因为实现财务自由是需要做规划, 按照规划一步一步实现的。 实现财务自由跟养孩子种树一样, 需要时间。 一夜暴富, 跟快速成长的小鸡一样不可靠, 跟促生鸣一样不结实。 在这本书中, 作者托尼把财务梦想分成了五集, 分别是财务安全、 财务活力、 财务独立、 财务自由和绝对财务自由。 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节版, 分别制定短期目标、 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。 据实要怎么规划呢? 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吧。 有一个人叫马尔科, 大学毕业的时候, 他欠了一笔学生贷款。 毕业之后, 他的工作是工程师, 年薪7.5万美元, 已经相当不错了。 可是, 他的工作了好几年, 已经33岁了, 还在还当年欠一家的学生贷款。 后来, 本书作者跟他一起制定了一个投资理财计划, 要求他拿出收入的5%去还学生贷款。 还要承诺, 以后每次加薪, 都从加薪的那部分钱里 拿出3%存起来去理财。 7年之后, 马尔科就还完了贷款, 然后他继续拿出收入的5%来储蓄理财。 按照复利法则, 20年后, 马尔科53岁的时候就能实现财务安全。 再过7年, 在他60岁的时候就能财务独立, 比他想象的65岁退休还提前5年。 好了,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创造终身收入的第三步。 第一步, 我们做了一个财务决策, 决定开始储蓄投资了。 第二步, 我们识破了投资理财营销的骗局。 如今, 我们又走完了第三步, 有了财务梦想, 有了具体的财务规划。 接下来, 就是创造终身收入的第四步, 也是最关键一步, 那就是做资产配置。 资产配置, 听起来很专业, 其实很简单, 就像学会搭配衣服会更漂亮。 学会了资产配置, 可以让我们的收益更高, 风险更低。 在这里, 作者托尼跟我们讲了三大水桶的理论。 三大水桶, 分别是安全水桶, 风险水桶和梦想水桶。 安全水桶追求稳定, 配置的都是固定收益投资, 追求本家安全, 收益固定, 比如余额宝, 比如定期理财等。 投资的目的追求的是防守, 而不是进攻。 风险水桶追求进攻, 比如股票、 基金、 房地产等。 投资的目的是追求更高的收益率。 托尼还提出了梦想水桶, 就是配置一小部分钱去追求梦想。 比如, 有了一笔意外之惨, 就可以把它放到梦想水桶里。 那么, 长期来看, 这几个水桶里分别放多少钱才合适, 什么样的资产配置既稳定又能赚钱呢? 这是本书的最大的干货, 也是瑞达利欧推荐的稳健投资组合。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五步, 稳收入。 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投资组合, 教你学会只赚不赔的方法, 达到一个终身收入计划。 达利欧每年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600亿美元, 给投资人创造了超过20%的年华收益率。 他的策略叫全天候投资策略, 意思是说, 无论环境怎么变化, 我们都按照这个策略来走就可以。 这个策略就是, 把你的30%的资产配置在股票上, 15%配置到中期国债, 40%配置到长期国债, 最后再配置7.5%的黄金和7.5%的大风商品。 有人可能觉得, 30%的股票比例太低了, 但是请你记住, 股票的风险比债券高三倍。 这也是要配置15%中期债券和40%长期债券的原因, 因为这样可以用更多的债券 抵消股票的波动性风险。 最后, 为什么要配置黄金和大宗商品呢? 因为在全天候投资策略中, 黄金和大宗商品可以很好地抵抗通货膨胀, 避免在快速通货膨胀的时候, 股票和债券同时下跌。 当然, 全天候的投资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 因为市场是不断变化的, 因此必须做再平衡。 所谓再平衡, 就是说, 当某一类资产上涨了, 比如股票涨了很多之后, 必须卖掉一部分, 让它占总资产中的比重回到最初的配置比例。 再平衡不需要太平凡, 一般一年做一次就好。 作者托尼找了一个分析师团队, 对这个策略进行了广泛测试。 从1984年到2013年的平均年跨收益率是10%, 表现最差的一年是2008年金融危机, 下跌了3.93%, 而同年的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37%。 好了, 以上就是创造终身收入的第五步, 稳收入, 创造一个稳赚不赔的终身收入计划。 走到第五步, 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存钱, 识破了投资理财的营销谎言, 有了财务梦想, 自己制定好了投资规划, 定做了合理的资产配置, 我们已经距离财务自由越来越近了。 如果你还不满足, 还想在投资理财上更上一层了。 在投资游戏上达到更高的水平, 还有第六步学大师和第七步大财富。 在第六步中, 作者采访世界上50位顶尖投资理财大师, 包括前面提到的巴菲特和瑞达利奥, 还有全球最大的指数基金先锋集团的创始人约翰伯格等等, 约翰伯格说, 永远优秀的基金经理是不存在的, 因为投资业绩更多的是靠运气, 而不是靠能力。 他说, 投资是95%的运气加上5%的能力, 也许应该是98%的运气加上2%的能力。 因此, 我们业余投资者做理财, 一定要学会做资产配置, 利用资产配置来占行专业的投资者。 伯格还告诉我们, 三个投资的基本原则。 第一个原则是, 做资产配置的时候, 要选择跟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一致的资产。 第二个原则是, 选择低成本的指数基金来做分散投资。 第三个原则是, 不要交易。 一直拿着你的指数基金, 什么都不要做, 交易会让你分心, 让你偏离投资的本质。 只追求长期市场停均受益, 一直持有指数基金的人, 赚到最多的不仅仅是钱, 还是时间, 是生活。 虽然大师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, 但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。 比如前面走了几步, 多存钱, 少上当, 做规划, 付配置, 稳收入, 都是在采访了这些大师之后总结出来的。 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投资心法, 多向这些大师学习就很有必要了。 在创造终身收入的最后一步中, 作者提出, 财富最终的秘密是给予。 他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。 最开始, 他给两个饥饿家庭提供食物, 后来他把目标变成给100个家庭提供食物, 再后来提高到1000个。 现在这个目标是100万个家庭。 其实, 无论做投资理财, 还是付出给予, 道理都是相通的。 大多数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他们一年之内能做成什么事, 而经常过低地估计他们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能做成什么事。 你以为自己实现不了财务自由, 但经过规划, 你发现自己是可以做到的。 同样的, 你以为自己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, 但是从一点点小事开始, 你会发现原来你真的能改练世界。 对本书作者来说, 赚更多的钱就是为了改变世界, 因为有这个目标, 赚钱这件事就有了更大的意义,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